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一年半一本了 可是小柔我真的很好奇 你是 你觉得写作对你来说 是一件什么事情 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你知道 你们 因为你的工作 本来其实是不需要写作的 是 没错 所以写作对你来说 它是 它是一个兴趣呢 还是 一个你舒缓 舒缓生活 在生活忙碌步调里面 找到一个平衡的方式呢 还是 还是什么 还是一种对自我的 对自我的 怎么讲 我觉得比较像 自我的价值 的认同感啦 因为 现在疫情 比较 比较趋緩了 前一阵子 几乎快两年多三年的时间 那其实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 在这之前 还没疫情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 我想要我自己有一个 我可以为我的生命跟为社会做些什么事情 虽然感觉好像很宏伟很伟大一个人 只是我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东西是我可以留下来 然后可以让大家以陪伴的方式的作品 然后后来就是最后是以出书 那出书其实我以前就很喜欢文字 就再加上因为我本人是阅读障碍 非常严重的人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以前有聊过这个吗 没有 你有阅读障碍哦 我有阅读障碍 难怪 所以小时候 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忍受在学业上面念书 其实在教育系统 对在教育系统里面其实对我来讲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写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阅读障碍是哪方面的 比如说因为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但是后来有这个专家告诉我们 他说阅读障碍的孩子有时候那个字他是会浮起来 浮起来或者是交错的 对对对对 对他的组成 对我来讲比如说你真的突然就是你没有让我先看完这个文字 你会突然要比如说来你现在念这篇文章 那我会我需要一点点时间去咀嚼 如果没有的话我会觉得好像个图案 哦 对 所以因为真的越来越多就很多人 很多人都有阅读障碍嘛 像老肖 还有那个谁 Tom Truth是不是也说 小的时候有 Tom Truth 我觉得很多艺术家或者是艺人 其实他们都会有这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左右脑大家开发的不一样啦 那我觉得阅读障碍也不是说他是一个阻碍 你前进的一件事情 但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 就像因为有阅读障碍 所以我在写的文字这上面 在阅读 以一个如果像中每天会念 包子会看一些新闻的人 看我的书就很轻易就会看完 就很好读的意思 很好把他念完 那如果是说像我有些人没有办法念书 或是我真的看不下去 那他在看的时候会比较用 像我这一次就是图文比较多 今天图很多啊 我都跟小柔说哎小柔对不起哦 我一定要承认一下我打开都先看照片 就说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照片算是比较能辅助就是让大家进入到这本书里面的核心啦 因为照片都很好看 而且有很多小孩照片超可爱 然后在小孩就是生活啦 生活生活 所以好回到这本书上 因为我觉得小柔很棒就是他持续在创作 所以我觉得不容易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的工作 其他斜杠很多哎 就是除了自己演艺工作的身份之外 做生意创业 然后写书写书不是一定要的选项 可是所以我想问他写作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听得出来 对可能很多的这种斜杠的作家都是这样 他其实是一种对自我成就的一种肯定 对 所以当然在这个状况之下又可以跟大家分享自己的心情 那像之前不管是分享女孩女人 到现在这本是告诉大家人生顺利需要设计 偶尔也要靠演技 这好像是满多满多其实资商师都会跟我们聊的东西 对啊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跟我们讲说进社会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可是没有人告诉你其实有带一点演技会让你人生顺遂一点 但当然这里面又有很多的很多要细部思考 比如说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做自己 为什么要演现在不是大家都说要做自己吗 对 我不要再委屈自己了 我为什么要压抑我自己的情绪 我为什么要在你面前装乖宝宝 为什么明明心你就觉得你就是个二百五 我还要对你这个点头称事 对 我为什么要活这么辛苦 难道我真的要靠演戏来过我的人生 这样会不会太累 你讲到一个大重点 大家都觉得说演戏这件事情会让他很痛苦 可是我讲的是演技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听一下小柔怎么样来跟大家讲 那这本书其实一样的 二十三十四十 人生的不同阶段 对对对对 我经到二十岁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我刚从南部上来嘛 北漂到台北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我看很多事情就很新鲜 就是人性本善 可是后来二十岁累积到最后的一些经历 让我觉得说 这社会好现实哦 其实蛮黑暗的 所以我觉得那人性本 到我现在选择善良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其实当我自己看多了 见多识广之后 你就会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然后把善良留下来 把那些极恶的人 推开就好了 好 所以等一下回来呢 我们要跟小柔聊一下 当然自从变成两性作家之后 对对对 她其实接收到很多很多的讯息 我们等一下来听她分享 好哦 今天礼拜四的男女大不同 我们的主题是 人生顺利需要设计 偶尔也要靠演技 对 这里面设计跟演技 都是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来宾 黄小柔她的一个专业 哎是耶 因为以前高职念的是设计 对不对 广告设计科 对 然后后来当了演员 但也进了演艺圈 但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就是 呃 演技 跟 跟 我们刚刚前面讲 讲到这个 他就会觉得我是演戏嘛 可是你说演戏跟演技不通 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先来讲就是 你觉得 在工作跟在家庭生活当中 什么状况是需要演技 冲突啊 嗯 如果你有冲突的时候 你有一些演技 比如说 其实有些时候哦 怒怒相视这件事情 会让美感变得很不好 嗯 就是你本来一开始 你们两个人是因为相爱 互看对方美丽可爱 大方 嗯 英俊潇洒 然后无法自拔的 然后结婚了 嗯 可是为了一些很琐碎的事情的时候 你在吵架 怒怒相视 甚至你会这样子直接 就会有很大的冲突 现在对感情都很伤 嗯 可是有些时候 如果真的比较有智慧的女人 其实在这样子的冲突的时候 她会带一点演技 比如说可怜一点 嗯 或者是说比较委婉一点 甚至就是先不讲话 听完她的 她的所有的怒气发完之后 再做 去表达你想说的 甚至你可以让她知道说 其实你没有这么认真想要吵架 只是想要沟通 嗯 其实这些东西 透过一些演技 是可以让事情变得比较轻松一点 教小孩也是 嗯 你教小孩你很直接的告诉她一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她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嗯 可是你可以演一个就是说 其实妈妈有一些事情想要告诉你 先引起她的注意力 然后转移她的注意力之后 再告诉她你想要的东西 嗯 那这些都是需要靠一些演技 演戏有些时候演的拙劣 反而会把事情弄得很糟糕 可是演技是 那个润滑技 其实 嗯 所以 这样讲对不对 就是演戏 演戏 跟演技 对你来说最大的 这个 演戏跟演技本来就不一样 不一样 你要让大家很清楚的了解到 她的不一样 会是什么 很自然啊 嗯 你现在做人处事 为什么有些人做事情看起来就是这么优雅 这么从容 嗯 因为她 其实她本人还是带一点演技在里面 因为她 太 她太了解她自己的逻辑了 所以她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 会是在对的点 甚至会得分 或者是在一个场合里面 其实你看到那些那种比较 喧哗的那些人 嗯 她的那个就会 她其实她不想要让 现场变得很 很很 很尴尬或干嘛的 可是真的厉害的人就是会在旁边看看看 然后适时的 来一个比如说一个爆点啦 甚至一个幽默的点 大家对她的印象会是好的 嗯 所以小柔自己 因为其实在前一本书 跟大家聊的时候就有讲到她的个性 在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 呃 都有很大的不同跟转变 那当然也是因为经历的事情不一样 嗯 但在年轻的时候你也是一个暴走族啊 很棒 对 我小时候真的就是没在怕了 就是很多事情 我印象超深的 对耶 很大家对我的青少年真的是充满 可能颜色太强烈 嗯 我个人色彩很很很强烈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啊我是一个非常 就是 比较不遮掩自己的喜怒爱乐的人 所以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很多人觉得做自己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做自己 做自己是王道这样 那就会跟我们今天所说的 哎 你有的时候你需要让你的各方面都很顺利 是需要一点演技 对对对对 或是需要一些设计的那有一些就是这个在年轻就像二十岁的你跟你讲这个你一定听不进去的 听不进去 你会觉得你就像你刚刚所反映的嘛 我想要做我自己为什么你要我演成别人 嗯 后来其实我自己在消化过程里面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尊重你把它变成一个尊重你你跟这个人的对话 然后你对这个人的一个礼貌 再加上你的家教 再加上你的社会历练 其实有些时候 真的有一个好的一个 内在跟内涵讲出来的话 真的我觉得那会比你讲一百句来的好 那人生有哪些时候的 一些事情的经历 会让你到 慢慢到现在有这样的感受呢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二十多岁的小柔 大家真的都印象很深 反正就是一个 我就讲一个暴走族 对我是我是 愤亲愤亲 三十岁开始书里面有写到 你开始觉得人性本恶 对 但是在二十岁的时候 虽然你是很冲撞 可是你那个时候还是 应该还是觉得 就是因为觉得大家都是很peace 然后大家都是世界和平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个快乐会来自于 我自己心里面我觉得没有那个受伤 没有那个跌倒 没有看到那个人性的险恶面 所以对很多事情都还是像孩子一样 就充满着觉得 今天这个事情跌倒 明天撥一撥站起来继续往前跑 可是恶的 我懂我懂了 就是因为这么天真浪漫 对 所以才会这么勇敢的做自己啦 对对对 大家不觉得吗 就当你不知道人生的险恶的时候 你是很纯真的所有的东西都谈在外面 对不对 你不会知道说 你不会想到说 我今天如果对一个什么事情 我就反应啊 然后我就讲出我自己的想法啊 你根本没有想到 其实后面可能会招致而来的后果是什么 其实你去看嘛 大家都一样 小朋友在念幼稚园 在国小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 这几个成长的过程 其实就是人生的一个梭力 因为幼稚园你可以勇于表达 你可以勇敢的做自己 因为你年纪还小 大家都会体谅你 而且大家会让你 可是当你进入国小 你开始懵懵懂懂 开始要学一些规矩的时候 你就要在那个社会的框架里面了 那在这个框架里面 你就人 你的个人长成 跟你的人设就要开始 有一点不一样 直到国中你还觉得很迷茫 高中到大学 很多事情通常都是 大学其实都还是很单纯的 你进到社会你就会知道 就是以前爸爸妈妈讲的 你身边长辈跟你讲的 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而且就是常常就是忠言逆耳啊 所以我也就是因为在忠言逆耳里面 看到很多一些丑陋的 的关系 所以你三十岁的时候 开始觉得人性本恶 有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些事情吗 就比如说这个人在 我对他的印象是 哇他是一个很 大善良 然后他是所有正面能量 所有最perfect的东西 都是在他的外表形象显现 所以基本上我看到这个人 我会觉得 啊就会悠然而生的一个尊敬 但是 后来有一次被我发现 就是可能他有小三啊 嗯 或者是说他可能就开始有一些 生意人的样子啦 嗯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一些 比较心机的那个样子 你会很shock 嗯 虽然他那当下那个长辈没有这样对我 只是那个shock是相当相当震撼的 嗯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今天我不为我自己 明天我就会在别人的脚下 嗯 然后我就想说 可是你的 可是你的 他说 嘖 我你不懂 有些事情 你不要 你就是你不要只看外表 嗯 你要有自己的保护色 你要懂知道 怎么保护你自己 真的爱你的人 才真的去对他好 去释放你的善意 嗯 而不是你一开始就这样子 像一个火热的一个太阳 然后想要去包 温暖每一个人 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你这个热度会让我很不舒服 嗯 嗯 然后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 OK 然后我就看他在 比如说 在人前人后的样子 嗯 就会让我觉得说 哇 原来人性真的是 那个 劣质的那一块 其实是有的 那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说 这样的人好假哦 我觉得那是他的删存方式 我不太会去批评一个人 真跟假 因为真跟假这种事情 搞不好我们自己看起来也很假 嗯 只是重点是 他的生活的逻辑 他选择了一个 就是把自己的人设 设在一个 他是一个很 一百分的人 可是通常这样子的人 最后都会拔坑啦 对啊 最后这个长辈也满 满惨的 就是他有很多东西就 因为他把一些美好面 设立的太好 所以到最后 大家反扑给他的一些反应也 让他最后是 吃满大的一个亏 跟 我觉得我自己在旁边看 我都会觉得说 哇我终于明白 就是人真的不要太 过于不及都不好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呃 到了三十岁 当然从二十岁开始的天真烂漫 然后 呃 然后个性呃 就是大部分都是大名大放 如果想到什么说什么 觉得自己是怎么样就表达 到三十岁看到很多人 其实不是这样 在你工作的场合 或者是在呃 就是你该看 你该看到的 都差不多 那在这个阶段 你开始做了哪些调整 自己三十岁以后 其实我的调整最大 就是结婚生小孩 嗯 对 因为呃 我三十岁认识我 就 嗯 其实我很早就认识我先生 我三十岁 确定跟他在一起 我三十三岁结婚生小孩 然后四年生三个 所以我整个这个 这个行程 大概是到三十八岁 才整个完成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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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package 就是啊你赶快 结婚生小孩 就是马上无子登科 嗯 嗯 然后全部做完之后 你会 因为你 可能 因为你真的太focus 在自己家庭上面 所以你 突然间你 整个心被抽空了 嗯 你没有无瑕去管这些江湖 嗯 道义 嗯 以前会去很 就是希望 就可以參與在以前都是 哇我們在別人的臉書上面活躍 現在都是我們在潛水看別人在幹嘛 欸我也是欸 對啊 我真的很少留言欸 對啊 因為口累喔 但我都有在看 就是我要從這裡面看 他最近去哪裡了 喔真的耶 然後等一下馬上就 喔媽媽 我們就馬上去坐 因為實在太忙了 太忙了 然後真的只是偶爾片刻時間 比如說工作跟工作片刻時間 或者小朋友睡覺的時間 然後我們可能有一點點 自己的空間的時候 啊再刷一下 喔他最近啊真的又失戀了 蛤他怎麼還在失戀 就類似這種的 然後後來我就跟自己講說 哇其實這樣安靜這麼 這麼一陣子是不錯的耶 欸嗯 因為不好的他就不會找你啦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出門 再來我先生又是一個很 剛正不二的人 大家看到我先生 就是只要是那些牛鬼蛇神 都會都會現行 你知道嗎 因為我先生是太太 就是不會跟你在那邊 給你什麼啊 這邊跟喇喇一啊什麼的 他不太會 所以我跟我先生在一起 就是他覺得好就是好 不好的就滾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就 所以這你講的對 就是說有的時候 我們說 寄個花若生開蝴蝶自來 那同樣的就是說 你如果散發的是一種正氣 對那種亂七八糟東西 也就不敢靠近 不敢來 對對 所以你那時候在你先生正氣的保護下 對 有一些亂七八糟東西 就逐漸遠離你 對他就會發現說 好像在我身上卡不到一些油啦 以前我們會覺得說 沒關係我幫你買單沒差啊 嗯 可是現在是一個家庭 我們的財產其實又是共有嘛 所以他常常會看這是什麼 嗯 然後我就說 喔沒有啊 就那一天那個誰誰誰誰誰 然後他就沒有帶錢 我就幫他買單什麼的 然後我先生下去看到他說 你下次可以自己帶錢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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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好棒喔 好棒的人 因為那個人就是 擺明卡油 就是卡油對不對 對還有一個朋友 他就每次來我家 或者每次出門 他就是會自己開酒 然後最後都是我買單 然後呢 後來我先生就跟我 就跟我的那個朋友講 他說自己的酒自己買 喝不起就不要再開 哇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 哈哈哈哈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但是這個 這個過程裡面 你不會覺得 欸他這樣好像 就是 因為那是你的朋友啊 對對對 還是你覺得 其實你心裡面 OS也很久 只是你不好意思說出來 呃 都有一點點 所以他幫你說的 你覺得也挺不錯 他幫我說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嚇一跳 然後說哇塞 你怎麼可以這樣 其實他的 其實他就說 我 演技是我先生教我的 欸 我先生跟我講 你什麼事情都不要太認真 你如果對號入座 那就表示你有問題 那你如果說 你開這個酒會是怎麼樣 你會說 好沒關係 那以後我都自己付 喔我真的不曉得 實在對不起 那這個朋友就會覺得說 欸還是可以值得交 因為至少他會 在他自己做的行為上面認錯 可是如果他是那種 嘿嘿嘿 然後就退卻的那一種 然後就表示他是喜歡占人家便宜的人嘛 有道理欸 所以我先生說 很多事情喔 你看一些事情 不要看得太認真 嗯 你就是真的用一些演技帶去帶過 你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 嗯 你就就會讓他現行 打回原形 嗯 對對對 欸我覺得這樣蠻不錯 有時候我們其實就是一個不好意思 對 對不對 不好意思拒絕人家 這件事情也是你人生其中一個敗筆 欸等一下 那你也總不能一直在他的羽翼之下 你有因為這樣而學會了自己 呃 在像類似像這樣的事情上 比較少了 真的比較少了 因為 後來你幾次發現說 欸 真的耶 好像輕鬆很多 嗯 有些時候你跟一些人出來 你反而會有負擔 嗯 然後你壓力會很大 但明明就是出去要放鬆了 怎麼會壓力大 嗯 那他常常跟我講說 像這種人 你就要思考一下 你的時間是不是要花在這些人身上 那一些建設性的事情 你會不會把自己越活越糟這樣子 等一下回來喔 來講講看 其實你這樣聽得出來 小柔是一個朋友很多的人 嗯 他其實很害怕自己一個人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聊 好 今天禮拜四男女大不同 呃 我們的主題是人生順利需要設計 偶爾也要靠演技 這是黃小柔的最新作品 再次歡迎小柔 嗨 鳳姐好 大家好 好 那呃 剛剛前面聊了蠻多 那也講了演戲跟演技的不同 那當然等一下我會希望小柔 其實可以跟我們聊聊 就是一些時 比如說他自己的經歷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就是過去他可能 比如說一個情境 嗯 過去他可能會是怎麼樣處理 但現在他知道人生需要演技 他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讓大家可以感覺到那個不同 那不過當然剛前面有講到就是 二十三十四十 現在進入四十的階段 是 那呃 他說他人生最大的改變 應該就是結婚生子 對呀生活變得很簡單 很樸實 嗯 然後風 我覺得那個心裡是很滿足的 嗯 但是其實蠻多人都有過 呃 一種感覺 包括小柔在內就是 呃 這個其實是我在這段時間 也剛好也看到了一個討論 就是呃 孤單跟孤獨 嗯 孤單跟孤獨 其實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 呃 孤單跟孤獨 孤單比較像外表啦 應該說一個是 你一個人的狀態去做一些事情 嗯 可是另外一個是 你心理上的覺得空虛 嗯 覺得需要陪伴 呃 很多人其實也許不太知道 自己到底是什麼狀態 但有的時候會覺得我 我好像就是不喜歡一個人 我就是啊 我以前就是啊 嗯 那種不喜歡一個人是 做什麼事情都要人陪 對不對 嗯 對 我我我就是覺得一個人的時候 就有點有點慌 對 我就想要打電話找人 對啊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 呃 就吃個東西啊 或什麼 對不對 嗯 就是做什麼事情 就連上廁所要人陪啊 連上廁所都要人陪 可以不用進來啦 但是就是你陪我到 廁所嘛 對 就是我走在這一條 就是我從餐廳走出來到廁所 如果在外面吃飯的話 我覺得這一段距離 對我來講是很長的距離 很怪齁 什麼時候開始 這樣還是一直都這樣 沒有啊 現在不會了啦 沒有我就說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樣 我覺得是後來出社會之後就開始了 真的嗎 所以小時候也不會 小時候其實你沒有太多機會落單啊 因為小時候都是阿公阿嬤帶著 然後都有鄰居陪著 很少落單 除非你睡覺 或者是你刻意的在家裡做一些功課 你才會自己一個人 不然其實你隨時叫人家裡都是有人的啊 那你什麼時候意識到這樣其實是 就是我自己搬出來住的時候 一開始覺得很自由 然後那時候我大概21歲就開始自己在外面租房子嘛 那就覺得很自由 然後你就做很多事情 然後你就發現說 哇身邊有人陪原來是這種感覺 而且你可以選擇不同的朋友 你可以去不同的局 不同的湯啊 然後你可以選安靜的 你可以選吵鬧的 可是你回到家裡就特別寂寞 嗯 你就會覺得說這些喧嘩過後 其實那個感覺是越不舒服的 可是越是這樣子 你又不知道該如何安慰自己的時候 你就會越去往那個火方向 就很像廢了撲火嘛 嗯 就是你明明也就知道這些事情 比如說你硬去跟他們熬夜 然後跟他們歡唱到早上 又去吃早餐 又是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情 可是回到家裡的時候 你在醒來的那個插大間 你就會越走越暗 然後那時候我已經嚴重到就是 我真的無法獨處 嗯 然後我可能就是會叫我朋友來家裡陪我 然後聊天講話 然後大家回去的時候 我收一收我才去睡 嗯 就類似這一種的 後來你怎麼去做轉變 我有一個朋友就說 你既然都想要知道你自己怕孤單的事 孤單寂寞覺得冷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去去深入你自己 挖深你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一塊 嗯 然後就比如說你怕鬼 你到底為什麼怕鬼 是你看過鬼嗎 我也好想問我兒子這個問題 對 為什麼那麼 為什麼就沒有辦法 為什麼一定要人陪 可是我都覺得算了 因為小孩嘛 就 總是會長大嘛 對 到底為什麼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 他們對這個社會裡面 是產生有些恐懼 所以你也是嗎 對我覺得有欸 就是那個恐懼可能是 我覺得跟小孩比較不一樣 小孩可能是因為他可能聽了一些 或看了一些 他小時候沒有看過的東西 聽到他的視覺跟聽覺裡面 他開始產生恐懼 可是我覺得我是因為 在社會待久了之後 我發現 其實我很害怕一個人是 我沒有力量 我沒有依靠 然後我離我的原生 我自己家鄉很遠 然後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好像都是自己一個人 所以這個東西就進到我的心裡面 我是一個人 所以我就會開始覺得說 那不行 我要壯大我自己 所以我找人來陪我 所以我什麼事情就都不用擔心 那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講說 那你既然都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就去面對你的恐懼 不然你沒有 你永遠沒有辦法走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心 真的有點身心俱疲 就是說不管是在人際關係 感情關係 或是在事業上面 其實就是進到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樣 才能滿足我的狀態 然後後來我再去挖身自己的時候 其實就是都是來自於 自己心裡面原來的那個念頭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既然我這麼害怕 那他說那你就一個人去旅行吧 我說不可能 怎麼可能 他就一直鼓勵我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好 那就會怎麼樣 就最多最多最多就是坐飛機回來而已啊 就是說你如果到那邊之後 你覺得實在受不了你就回來嗎 如果OK的話就回來就好了 可是我跟你講 後來真的沒那麼容易 那你去了哪裡 我去了美東跟美西亞 一個人 一個人 去多久 一個多月 喔 這是一個自我 這個自我探索之旅嗎 對 就是那時候出去 幾歲的時候大概 嗯 就二十九三十的時候 三十歲的那一年 嗯 然後我那個時候是不是單身 沒有男朋友 當然啊 一定要單身啊 不是我要講喔 其實前面的那個狀況喔 還有一個很糟糕 因為你如果太怕一個人 都會亂交男朋友 會會會 對不對 因為你太怕一個人了啊 你就會覺得我需要陪伴啊 對 就是你旁邊的位置 隨便讓出去 對就覺得啊沒關係 只要有人陪我就好 這真的很不好 真的很不OK 所以這個陣頭一定要治好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常常會 就是想要阿狗阿媽來陪我 可是重點是 他沒有辦法陪到你 真的你人生的一個 真的精彩的片段啊 所以後來我就跟自己講 啊那就走走走 那你就出去嘛 我跟你講前 第一個禮拜 第二禮拜 我真的以為我快死掉了 你就寂寞到你沒有辦法找人講話欸 然後整個語言這一塊 講話的這一塊是關掉的 因為到了美國 你到了美國 你不可能去跟人家 欸Hello Yeah Hello I come from Taiwan 然後一直在跟人家聊天 不行啊 人家在忙人家的事情 你一個人就是走在街道上面 而且他們是非常 尊重你這個人 你自己想要讀書或幹嘛 他們是不會 他不會來打擾你的 他不會突然來打擾你 或來跟你打擾 很少 基本很少 所以那時候我就 啊一個人 然後我就 哇 好多時間我要幹嘛 所以你那時候也不是 通常我們一個人去旅遊 可能有的時候會有兩種嘛 一種就是真的是自己想去哪些地方 另外一種是 去找朋友 對對對 你不是去找朋友 我不是找朋友 哦 我有找 找親戚 嗯 一兩天那一種的 嗯 然後但是 所有的行程基本上 我也都沒有安排說 啊我要去哪裡 嗯 比如說很多人要去 啊你一定要去大峽谷啊 嗯 你一定要去哪裡哪裡 可是我是沒有沒有在安排 然後我就是真的一個人就放在那個 那一個城市裡面 然後去 天啊我聽了都覺得好痛苦 很痛 因為你原本是連一個人你都覺得睡不著的 對 那你又到了國外 有時候我們出國其實不是那麼好睡 對對對 那你前面那一兩個禮拜應該真的很難耗 超痛苦的 然後就是會前一兩天還會哭 嗯 然後就說我幹嘛要這樣子整自己 嗯 然後就那時候當然那時候當然還 那時候好像差不多沒有像現在這麼活躍啦 就什麼LINE啊什麼的 但還是有 然後 而且你又有時差你知道嗎 所以你那時候打壞的是 你可能晚上你打壞人家是一大早上班的時間 或者是還沒醒來的 然後都是一個人 然後就心心想說 那我能做些什麼 可是當你熬過那種很黑暗的時候 你在我第二個禮拜我就習慣了 嗯 我就跟自己講說不行不行不行 嗯 還還 我如果這樣子我就浪費這次來的意義了 嗯 那既然孤單那就孤單吧 嗯 那就去用自己 就是真的放空 用自己的內心世界去看這個世界 嗯 然後你就會發現很多東西是很有趣的 嗯 對 而且我真的很lucky 因為我那時候有飛到紐約 嗯 然後去Gorghan的一個博物館 嗯 他那一天 他那一陣子在展所有碧卡索的增跡 嗯 那我本人很喜歡藝術 所以 嗯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這輩子怎麼 每次厲害的話來台灣就只有一幅兩幅而已 嗯 可是我是可以看到他所有時期 粉紅時期 藍色時期 到他最後他要離開他瘋狂變笑的那個時候 就覺得說 天啊 就這麼lucky 然後那時候你又一個人 你想幹嘛就幹嘛 啊比如說我就可能啊 而且他們是很有規範嘛 二樓啊 販賣部 然後喝了一杯紅酒 因為酒又比水便宜嘛 嗯 然後就 然後再喝了一杯紅酒 那一個人的時候 其實你就很容易進到那個狀況 嗯 就會覺得說啊自己其實是蠻舒服的耶 然後耳機 又有音樂 嗯 我可以假裝我聽不見 嗯 然後我就聽著耳機的音樂 然後就在那裡面就很 在很像在做夢 很像在幻想這樣子 嗯 然後你就會開始會去思考 你以前想不透的事 嗯 他就會自己跑出來 嗯 然後他就那你為什麼過不了 你有好多時間可以去想 為什麼我過不去 嗯 然後想著想到最後你會想通了 就說喔對呀 為什麼要過不去呢 嗯 所以我當我這一次孤單旅行 回來之後 在面對孤單這件事情 我就比較 嗯 嗯 就很比較坦然 然後就遇到我先生 然後就結婚就生小孩 嗯 所以其實 一個人給自己一段時間 真的就是 單獨一個人 是真的能夠讓你想 想 我覺得不是只有說 呃 這樣的情境可以讓你想通一些事情 而是因為 平常我們都被太多東西填滿了 對對對 你可能 你 啊每天 打開就是一堆LINE 然後大家給你一些 早安圖開始嘛 然後就比如說 還是會給你一些 嗯 聊天的一些任何資訊 可是當你自己出去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讓自己越激進越好 平常你現在都已經是 就是一窩孩子的媽了 對對對 每天都很忙碌 但也是享受在這個忙碌的過程當中 你還會想要一個人去哪裡嗎 不會 嗯 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很清楚我知道我的個性是 嗯 我已經走到最孤獨的那個狀態過了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說 啊 其實那個我已經 我都已經去試過了 所以我再回到我的生活 我就會知道說 那個不會是我想要的 也就是說你面對自己最 最weak的 就最脆弱 或是最害怕的那部分 你面對了他 知道了他就是這樣 也知道了說 其實他沒有這麼可怕 對 會更有勇氣去面對一些其他的事情 就是完全去接受自己的優缺點啊 所以真的這個旅行對你來說 在人生 在你的人生裡面這一趟旅行 其實占有蠻重要的意義 轉類點我覺得 對 回來之後結婚之後那就是真的 就是另外一個 一段的階段 還好我有出去 哈哈哈哈 出去回來 真的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搞不好真的是這樣 真的啊 我現在哪有 哪有密告時間 真的就是出去一個月 怎麼可能 我那天聽了一個演講 他還在講啊 他就說當你人生進到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責任 你要脫離其實那是最難的 一個人 你知道我老公每次都講 因為他就可能看到 我常常都覺得很 我就覺得很累很煩很雜 的時候他就會說 那不然你去哪裡 走一走 走一走嘛 你可以去哪邊玩 然後 我說小孩怎麼辦 他說那沒關係 我們就怎麼處理啊 他是叫我自己去 很好欸 可是我想一想 我就不想欸 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喜歡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我就很想跟他說 其實我最快樂的 就還是跟你們在一起 是啊 我覺得我現在 因為不一樣了 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我們的身份不一樣 等一下回來繼續聊 禮拜四 男女大不同 今天很開心 請到小柔 黃小柔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帶著她的新的一本書 人生順利需要設計 偶爾也要靠演技 這算是一本圖文書裡面 有非常多小柔個人的這個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她照相好好看的原因 就是很自然 然後也有跟生活 還有家人很多的照片 那在裡面剖析了二十三十四十 每個階段 其實你對於人生 對於人 對於自己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定義 像剛剛講到那一段 一個人的旅行 我覺得自己非常有感 呃很多人 我覺得很多女孩也會 所以像剛剛就有人問說 呃很有勇氣 我也覺得 我覺得她做這個決定 真的非常有勇氣 就是到最後那個階段 你是怎麼 怎麼決定 好我就去了 有時候其實 好像有人問你是怎麼決定 什麼原因 其實好像也沒有 就是覺得不行 我就是要去就去了 呃原因一定是 就是在某些部分上的不如意嘛 嗯 你一定會覺得說我想 我的人生就這樣嗎 嗯 就就就就 就是這樣子被定義了嗎 還是我就這樣過日子了 嗯 那如果今天我還有別的可能 哪一種才會讓我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追求 我生活品質好的 嗯 然後我會是 一直精進自己的人 嗯 所以我就會一直覺得說 不行 嗯 我覺得不 不夠 嗯 我覺得我的人生的經歷不夠 其實有的時候 任何事情 你說為什麼 原因 我覺得 在最後你做決定 那個當下 它就是一個衝動 就是我 不管我就是要做了 很多人結婚也是這樣啊 對啊 不管我就是要結了 那就是你想很久 你可能會結不了 對你想太久 你太多分析 你就做不了 但是我覺得我是比較算 真的啦 我真的算叛逆的那一種 我覺得我越不行 你 你糟糕 你跟我講我越不行 我就越要證明給你看 我怎麼可能不行 為什麼事情難得到我 對 所以那時候就飛出去啊 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邊的留言 實在是蠻好笑的 我想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然後 像有一位 聽眾說 他以前也是 沒有辦法一個人做任何事 一直到二十九歲那一年 他第一次一個人在麵攤吃麵 連吃東西都是第一次 我可以明白 發現我居然不敢把點菜的單子交給老闆 這好難想像喔 但我可以明白耶 還好現在已經有那種Line可以點了 就不用再跟他對話 怎麼 這個是 這個是最後的結論嗎 不是 是應該我們要跨出去 是是是 要跨出去 對 然後呢 剛剛講到 呃 就是說 出去玩這件事喔 有一位媽媽也好可愛 她說當媽媽的 自己去哪玩 都會想到要帶小孩來玩 但是當真的帶了小孩出門玩時 就會覺得 找到我自己來就好了 因為小孩都在看手機 對啊 被控制 很生氣 有小孩之後 連自己去全聯採買 都覺得自由 師父 自從當媽媽之後 好久沒有自己一個人履行了 懷念單身時的自己 呃 然後發現 就是一定要一個人的時候 才會 想到老公小孩才會覺得 他們沒那麼討厭 嗯 特別想念他 對 就是你突然突然人家覺得說 好像沒有真的想到自己那麼糟欸 還好 他們真的很不錯 所以今天小柔來聊 真的就是 你說有什麼主題沒什麼主題 我們就是聊聊女人的心事 對啊 女人就是要常常聊天 你才能了解說 啊自己現在到哪一個定位上面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 就繼續再出發 所以啊 還是非常恭喜小柔呢 又完成了自己人生的一個 希望一年出一本書的目標 持續的再往前邁進當中 對對對 那這個書說實在話 就是寫給女孩女人們看 有時候你會從裡面看到一些 你自己的縮影 對 可能是你的過去 也可能是你的現在 對 嗯 我覺得 最大最大的 想要跟大家說的 應該就是其實不用害怕 對不對 我覺得女人是很堅強的啦 尤其特別是 嗯 當你遇到越糟糕的事情 或是你遇到越沒有辦法跳出來的時候 你要給你自己一個曙光 一線曙光是什麼 就是說 你開始要轉變了 你開始要變成一個更 離你現在 因為有些時候銳變的時候是很痛苦的 因為砍掉重練那個舒適圈的那個 感覺是不舒服 就像她剛剛講的 我要連我遞出去這一個 嗯 單子的時候 我都覺得不舒服 嗯 可是其實當你真的做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常做 它是需要練習的 演技也是 你需要練習一次兩次之後 你就會發現好像沒有那麼難 OK 非常謝謝黃小柔 帶來她的新書 人生順利需要設計 永遠也需要靠演技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看看 謝謝小柔來聊天 美鳳姐謝謝大家